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接下来介绍的主题是妖精和尾巴作品里面的太古魔法 也就是我们都懂的灭龙魔法 灭龙魔法可以说是观察整个作品最重要的魔法哦 有着久远的历史 如果大家可以看完这期影片的话 会更加了解到灭龙魔法的历史以及它的各种资讯哦 那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如果您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和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哦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灭龙魔法和奇魔法的特点 灭龙魔法指的是能将自己的身体 转变成龙的体质的太古魔法 也就是可以办到和龙一样的战斗方式 这个魔法主要用于迎击或击倒龙 所以才被称作为灭龙魔法 灭龙魔法的由来是从400年前 由艾琳·贝勒萨利翁用附加魔法 将龙的力量附加到人类身上所创造出来的魔法 主要是为了让学会魔法的人类魔导士 有能力可以对抗想要消灭人类的龙 使用灭龙魔法的人都被称作为灭龙魔导士 Dragon Slayer 记得此魔法的灭龙魔导士 基本上都具有龙的体质 如龙铃、龙爪或龙鸭等 灭龙魔导士们可以赤下于自己魔法相对应的东西来恢复体力和增强力量 灭龙魔法的优点之处就在于此魔法本身就是龙的魔法 单纯龙把魔法传授给人类魔导士而已 所以就有强大的破坏力 以及如果可以把灭龙魔法和魔力量念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可以开启龙之力模式 Dragon Force 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破坏力以及各种身体属性 由于变成龙的体质 反应力的部分也会比其他的魔导士来得高 他们都拥有异常于常人的嗅觉 但弱点就在于灭龙魔导士身上都会有龙之种 随着灭龙魔法的使用会渐渐的成长 并把本人变成龙 简称龙化 但同属性的龙可以在灭龙魔导士体内来压制住龙之种的生长 所以它们才不会被龙化 而另一个弱点则是都会晕交通工具 因为龙的势力和人类三半规管有一定的认知差距 所以导致它们会中度悬晕 所以在交通工具上才会有晕车的症状 虽然前期的嘎基鲁、温迪和克布拉都没有这个症状 但在一直使用灭龙魔法的情况下 而且有了身为灭龙魔导士的自觉后 也开始有同一种症状了 在这里说明一下 这单纯通过网上爬文以及我的猜测得到的结果 在故事中并没有找到对应的证明哦 灭龙魔导士 首先来介绍一下故事中已确认的五种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第一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是由龙亲自传授灭龙魔法给它们的 龙在小时候就陪伴着它们 如同亲生父母 第二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是在体内买入了带有灭龙魔法的魔水晶 才能使用灭龙魔法 第三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是由龙亲自传授灭龙魔法 以及同样也在体内买入了带有灭龙魔法的魔水晶 第四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是在剧场版龙器中 有出现一种由灭龙魔水晶制造出来的人造卫兵 而第五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指的是吃掉龙而得到力量的灭龙魔导士 被称作为四龙者 它们都在官方续篇的漫画 妖精的尾巴百年路上有出场过 接下来就开始正式介绍灭龙魔导士的基础信息 首先先来介绍400年前就席的灭龙魔法的两位灭龙魔导士 艾琳·贝尔塞利翁 她是灭龙魔法的创始人 也致称自己为灭龙魔导士之母 同时她也是艾尔莎的亲生母亲 出生于400年前 为当时一个名为多拉固洛夫王国的女王 被称作为龙族女王 那个时代是属于人类和龙族龙洽相存共存 也是两个种族接手发展的国家 但有一天 西方大陆的龙想要把人类赶尽杀绝 当时在辅助艾琳的龙 贤龙·贝尔塞利翁 为了保护人类而前去对抗西方大陆的龙 但因为敌方的龙族实在太多了 而且实力强大 在即将败下场时 艾琳想到了这一个办法 也就是将龙之力附加在人类的身上 让人类也能加入战斗 也就是所谓的灭龙魔法 虽然这个举动让他们获得大量的灭龙魔导士 在战况中获得好一点的情况 但是这灭龙魔法的弱点 也开始侵略着魔导士的身体 开始出现狂化 中度玄影等症状 艾琳也同样因为灭龙魔法的副重用 龙化变成了龙 并且一直在寻找变回人类的办法 而度过了400年的时光 她偶遇到杰尔夫 在得到杰尔夫的帮忙下 变回了人的外貌了 而继续协助杰尔夫完成她的梦想 在最后章的故事中 在和自己的亲生女儿艾莎战斗的时候 由于不忍心向自己的女儿动手 而以刀刺入自己的腹部来致敬 并且战死了 阿库洛洛基亚 她被称作为魔龙 原本为人类 有时候也不会被称作为黑龙或龙王 接下来的介绍 因为会牵扯到原本的阿库洛基亚 所以从现在开始 原本的阿库洛基亚 我会称作为她 作为代称 她出生于400年前 还是人类的她生活在与龙 共同生存的秘境 蒙特斯沙库瑞塔 那时的她是一名年轻医生 原名不祥 只能照顾一个名为 阿库洛基亚的龙 并帮她止血 然后阿库洛基亚得知 在西之大陆 有一种可以毁灭龙的魔法 灭龙魔法后 自行前往西之大陆 去调查这个事情 因为阿库洛基亚本身 就是属于希望和人类一同共存 并且想尽办法去保护人类的 直到几年后 阿库洛基亚和一些邪恶龙回来 并把整个秘境移为平地 而到处吞食人类 她就不明白 为什么阿库洛基亚会做这样的事情 曾经的阿库洛基亚 可是爱着人类的 因为她对于面前的事情 无能为力后 只能独自一人离开了故乡 失去了一切的她 开始变得非常痛恨龙 尤其是阿库洛基亚 为了报复 她自学了灭龙魔法 她释出的流浪屠杀龙 自己的名字早已经忘记了 仍然秩序不断地狩猎龙 但还是唯独 忘不掉阿库洛基亚这个名字 所以为了记得她最痛恨龙的名字 她把阿库洛基亚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名字 她想让所有的龙群 都会委屈 身为灭龙魔导师的她的名字 后来她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满足 渴望更多的龙的鲜血 她沐浴过多的龙的血后 最终龙化成为一头真正的龙 阿库洛洛基亚 拼开始自封为龙王 在最终章的故事中 因为得到时空之力 而把自己的精神分离在时间泄风 而自己的肉体 则在大陆那边想毁灭一切 也因为得到强大的魔力 而需要自行调理 否则会暴走 所以把还活着的灭龙魔导师 给吸进去时间泄风 让他们帮自己维持魔力的控制 但被抓的灭龙魔导师们都苏醒过来 拼起来了一场骚龙之战 外面的阿库洛基亚的肉体 因为到处破坏 整个大陆的魔导师 极其魔力 并且由陆西施展了妖精之雄 让他被困住于船上 同一个时间点 纳斯透过温迪 把气龙之力附加在他的身上 想和阿库洛基亚来决一死战 最后阿库洛基亚 因为外面的肉体的关系 并变得控制不了自己 加上之前和伊根尼尔给咬断了左手 而承受了纳斯的权利一击 并且败北勒 纳斯多洛格尼尔 来自于妖精尾巴工会的佛制灭龙魔导师 政治身份为杰尔夫书中的恶魔 END 本作品的主要男主角 由养父佛龙王伊根尼尔 所传授佛属性的灭龙魔法 属于第一世代的灭龙魔导师 能赤下佛炎来补足自己的体力 以及增强魔力 佛属性的灭龙魔法 属于纯攻击型的魔法 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缠绕着火焰去进行攻击 因为习得佛属性的灭龙魔法 所以身体内处存有大量的火焰 在动画中是最早出现的灭龙魔导师 纳斯有在故事中透露出龙之力 但都属于赤回来的 曾经在《热源之塔》片中 赤下了魔导精灵力 首次出现龙之力的形态 去打败了当时的杰拉尔 在《六魔将军》片 纳斯接受了杰拉尔的承戒之言 也同样爆出了龙之力的形态 去打败当时的敌人吴 在《恶魔行者来袭》的篇章 纳斯接受了来自拉克萨斯的剩余魔力 而袭得了雷炎龙魔士 这个魔士是由纳斯佛的魔力 外加拉克萨斯雷的魔力组成的 是一个相当开挂的魔士 破坏力惊人 但也耗顺巨大的魔力量 在大魔头炎武的战斗中 更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剑咬之斧的双龙 嘎基鲁雷特·富克斯 来自于妖精尾巴工会的铁制灭龙魔导士 由钢铁之龙梅达利喀纳 传授铁属性的灭龙魔法 属于第四代的灭龙魔导士 能增加铁制品来补足自己的体力 以及增强魔力 它能将身体的部位 变成各种各样的铁的武器或工具 全身可以覆盖着钢铁的鳞片 来提高攻击力和防御力 铁属性的灭龙魔法 属于弓手剑被的魔法 后面从罗格那边得到魔力 学得了铁影龙魔士 和同工会的雷比是一对情侣 最后一张故事完结的时候 从雷比那边得知 貌似自己有了他的孩子 而惊讶起来了 温迪·马贝尔 来自于妖精尾巴工会的 天空之灭龙魔导士 由天龙格兰蒂尼 传授天空属性的灭龙魔法 属于第四代的灭龙魔导士 能撕下空气来补足自己的体力 以及增强魔力 虽然身为灭龙魔导士 但前期表示不太擅长战斗 主要上次使用天空魔法 去消除一切的异常状态 并且后期在最终篇章 学会了高级的副加速 让伙伴们的各种能力提升 而且又有在冥府之门篇中 学得了龙之力的控制 拉克萨尔斯·多勒阿 来自于妖精尾巴工会的 雷之灭龙魔导士 因为小时候 继承了祖父的强大魔力 导致身体无法承受 而造成身体非常虚弱 所以父亲伊万 为了他 才执入雷之灭龙魔法的魔水晶 到他的体内 便吸得了雷属性的灭龙魔法 属于第二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是妖精尾巴S级的魔导士之一 其实力仅次于马卡洛夫和基尔达斯 能够使用各种雷系魔法 以及雷之灭龙魔法 科布拉 来自于六魔将军的一元 被称作为毒之灭龙魔导士 与拉克萨斯 同是第二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以内执入了毒之灭龙魔法的魔水晶 才吸得了毒属性的灭龙魔法 同时他也吸得了听觉魔法 能听见对方的脚步 心跳 肌肉的收缩 乃至其心声 皮肤能转换成毒龙的灵片 来抵御其他的魔法 从而是有翅膀的蛇 名为丘贝利欧斯 神之塞勒涅 他是艺术加尔 四天王之首 也是圣蛇中排名第一的魔导士 体内植入了八个灭龙魔法的魔水晶 在故事中 曾经展现出四种属性的灭龙魔法 如地之灭龙魔法 炎库龙的大地崩裂 水之灭龙魔法 海王龙的水阵方圆 炎之灭龙魔法 炎玉龙的炎热地狱 和风之灭龙魔法 暴復龙的迎风弄月 被自家同伴奥加斯特 称作为龙之神所眷顾的男人 在对抗易修加尔 四天王的其中三个 和圣神的揪拉的时候 他轻松把他们祭祷了 但在面对阿库罗洁亚的时候 却被瞬间秒杀了 使听优克利夫 来自于剑鸟之府的 白之灭龙魔导士 大胆为同似灭龙魔导士的罗格 由百龙白斯洛基亚 传说白属性的灭龙魔法 以及体内也植入了 同似白属性的灭龙魔法的魔水晶 而变成了第三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能使用白龙魔士 来征服自己的魔力 来攻击对手 而且能够使出龙之力的魔士 去增强自己的攻击 以及身体能力 憧憬着纳兹 所以很想和纳兹 在大摩托炎武上 来进行一场对战 最后得到了这个机会 但和罗格两人 被纳兹的压倒性的力量给打败了 他制作自己 曾经杀了养育自己的白龙 白石洛基亚 实际上是被白石洛基亚 骗了假的记忆 让史丁可以占上龙血 达到更强的地步 罗格切尼 来自于剑咬之府的 影之灭龙魔导士 搭档为同似灭龙魔导士的史丁 由影龙 斯基阿多拉 传授影属性的灭龙魔法 以及体内也植入了 同似影属性的灭龙魔法的魔水晶 而变成了第三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能使用黑影模式来征服自己的魔力 去攻击对手 在这个模式下 会藏在影子里面 让人抓不住自己的本体 而且能够使出龙之力的模式 去增强自己的攻击 以及身体能力 冲击着戈基勒 他也是自身杀了 教导自己灭龙魔法的影龙 斯基阿多拉 但实际上也是和白龙一样 骗了假的记忆 目的也是想让罗格变得更强的地步 暗黑军队在居然把妖精和尾巴的容器中 来自于斯特拉王国 由灭龙魔水晶制造出来的人造卫兵 可以大量的生产 属于是第四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他们作为自动机器 拥有不属于魔导士的速度以及力量 能够持续的战斗 直到能源的来源被破坏 最后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漫画后续 买点肉里的第五世代的灭龙魔导士 由于是在漫画的后续剧情 我这里没有太多的关注 更多的详细 欢迎可以在留言区补充一下 那我就简单的带过一下 奇莉亚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任龙灭龙魔导士 马德摩尔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凯龙灭龙魔导士 苏卡利翁雷达 来自于迪亚波罗工会的 海龙灭龙魔导士 盖欧尔格里森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四兽龙灭龙魔导士 也是迪亚波罗斯工会的会长 捏巴鲁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年龙灭龙魔导士 瑞斯 这称为幽灵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玲龙灭龙魔导士 朱雀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剑圣龙灭龙魔导士 同时也是该工会最强部队的 黑灭骑士团的一员 博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白斧龙灭龙魔导士 也是黑灭骑士团的一员 美笑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苍龙灭龙魔导士 同样也是黑灭骑士团的一员 麒麟 来自于迪亚波罗斯工会的 王龙灭龙魔导士 同样也是黑灭骑士团的一员 看完那么多灭龙魔法的设定 以及灭龙魔导士的信息 喜欢这期影片 有让大家了解到 灭龙魔法的魅力 以及会开始喜欢上灭龙魔法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您的见解或者看法哦 我本人是挺喜欢灭龙魔法的 所以才做了这期影片 目前是最喜欢在 大魔斗烟雾的四龙之战 看到我整个人都软起来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告一段了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舒豪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